我们在画面上可以看到 西南半岛是露出了鱼肚霾 在苏伊士运河上卡了一个礼拜的 长绒长次轮是终于脱困了 原本埋在头里的船手 已经出现在河道上 同样的角度 如果是回到当地时间29号凌晨 也可以看得出来 负责开船的船员满脸兴奋 就连贴在长次轮旁边的拖船 也忍不住鸣笛庆祝 那么是多亏来自各地的救援脱船 才能避免埃及总统稍早下令的 事获检状